目前咱们这个华语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 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人走向世界 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会对华语文化的提升有起到作用 我觉得一定会有它的作用 因为觉得很多的华人都不在家 比如说不在中国或者不在香港 那我们都很期待很盼望就是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我住在Sydney 然后希望可以有多一点有关就是华语电影的一些film festival 或者是一些活动 那让我可以看见我喜欢的艺人喜欢的电影 那我希望就是类似这样的festival会越来越多 然后把我们华人的电影就是让大家会感到感觉得到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用心 我们的我们的对电影的爱意 因为我觉得华人电影有一种就是在别的电影找不到的一种感觉 对 好非常恭喜那个您在本次电影节获得最佳女主角这个奖项 那么你也知道我们这个金考拉奖的是全都由非那个华语背景的评委来评选的 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评选方式会不会对奖项本身更具公平公正性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评委的选择是非常的非常的特别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班长典礼士评委是不懂这个这套戏的语言 不会讲这个就是不是母语吗然后去评审一套戏那我觉得所以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奖项 就让我更加觉得其实演戏真是身体语言是很重要吧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导演也是导得非常好因为这套是喜剧嘛 那我们拍完了之后知道就是有机会去参加很多外国的就是film festival 让我们觉得其实喜剧是一个就是universal的一个language 因为身体语言然后眼神可以让不了解我们的语言的不同国家的人都会喜欢 那所以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奖上真是要谢谢 谢谢就是各位的评论因为你们不懂我讲什么也投了我一票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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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